cd命令 cd命令 好了 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 咱们继续 非常好 好了 那pwd呢 就是显示 当前工作路径的绝对路径 pwd 这也要注意 pwd呢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显示当前路径的绝对路径 11 11 pwd显示当前位置 显示当前 显示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的 位置的绝对路径 它以绝对路径显示的 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那这个经常用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到任何目录下 走着走着走晕了 就一层层进去 很容易晕 就像刚刚写在这 我说这是cd波浪号 cd呢 我看到 清评 清评一下 清评一下 cd波浪号 我进到哪儿去了 我又不知道在哪儿 那你就输个pwd 这时候就告诉你 当前在 后目录下的 edu下 这时候我又进一个 进一个什么 跟目录下的 etc下的 什么呢 apt目录 进去过后呢 我去捣鼓 就捣鼓 就捣鼓 那么又跑到哪儿 目录下呢 就跑到apt apt.t里面 我又跑到这儿来了 跑着跑着 我就晕了 我就晕了 我在哪儿呢 pwd 你就看一下 pwd 随便敲个回车 它会告诉你 你在跟目录下的 etc目录下 apt目录下的 这个目录下 这个目录下 比如说你在哪个目录呢 你就用pwd去显示 显示当前目录 这时候呢 我就到加目录 希尔下 就去哪儿 OK 这回过来了 OK pwd 这就是当前目录下的 什么呢 edu目录的 希尔目录 OK 那么这个呢 简单 但是用的也挺多的 兄弟 你在哪个目录下 你看说半天 他可能听不明白 你说个pwd 就告诉他了 我在哪个目录下 一定要注意 是这个 那接下来呢 是创建文件夹 mikdir 是创建文件夹 mikdir 是创建什么呢 文件夹 一定要注意 创建文件夹 这个呢 也经常用到 因为我们经常在 在哪呢 在我们的Linux 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 12 创建文件夹 创建 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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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目录 创建目录 不是文件 叫目录 创建目录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12 12 那这个呢 它命令是什么 mikdir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 现在呢 我有一个文件夹 叫什么 叫b 我再创建 mikdir 创建个c 叫c 所以你看到没有 颜色它是不一样的 ls 你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算了吧 我来弄一下 我把这个文件夹删掉 removec 刚开始呢 是没有c的 mikdir 创建一个c 这时候ls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个c 文件夹了 那么这个颜色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颜色呢 是不一样的 当然 我的是这个蓝色的 你的不一定是蓝色 反正就是目录 是相同的颜色 文件是相同的颜色 就够了 有两个 为什么我这不是这个颜色 那每个中端 显示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反正是相同属性的文件呢 它具有相同的 相同什么 颜色 一般是这样的 OK 那么创建文件夹 这叫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 那这这个 这就是创建文件夹 mikdir 只能创建文件夹 有点注意 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 目录 目录名 目录名为 这就过去 好了 那这儿呢 一定要注意 有个扩展 是什么 就是杠P 杠P 杠P是大P还是小P 小P 杠小P 它是干嘛 D归 在指定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 在指定的路径下 创建文件夹 这什么意思 第3就是创建文件夹 什么意思 两个给你写一下 伙伴们来看看 我现在有个生文件夹 那我现在想创建这个 mikdir 当前路下创建D 再创建个F目录 我想在当前创建个D目录 再在D目录里面 创建F目录 这时候撬回车 是失败的 这时候撬回车 是失败的 你看 你的意思是说 在当前的什么呢 当前的什么呢 D目录下 创建F目录 但是当前有D吗 当前是没有D的 当前是没有D的 所以说没有D呢 他在检查这个路径的时候 他说失败了 这不存在这个路径 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先离狗 哎呀兄弟 你给我先创个D吧 创个D文件夹过后呢 再在这里面呢 再创建一个F文件夹 创建一个F文件夹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但是直接通过mikdir 是不行 不行的 因为他一检查这个路径 就不对 当前没有D 没有D 我怎么能给你创建F 所以说 如果不存在 你要想创建的话 是吗 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创建说mikdir 那你就给我创建 不存在你给我创建 不就完了吗 那你就要加个钢P 加钢P 钢P是啥一啥 如果这个D不存在 你给我创建 创建好了 再进去 再创建F 那么这就D规创建 那撬回车 树状显示 树状显示 看到没有 是不是在里面 当前有个D目录 里面是不是有个F目录 这就创建好了 就说如果不存在 你就给我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完了过后 再进去创建F目录 创建F目录 它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D规的去创建 D规创建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mikdir 好了 我们再看看 创建文件加 是mikdir 那么创建什么 创建文件呢 叫touch touch 好13 13呢 就创建文件 创建文件 文件是 dush touch 叫touch touch它只能创建文件 不能编辑文件 一定要注意 只能创建文件 不能编辑文件 只能 只能创建文件 不是文件家 不能 编辑文件 说说你看到没有 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touch 这时候 你看看 我想在 c 文件加下 注意哈 我们来看一看 我想干嘛呢 ls 书状显示 书状显示 那么c里面呢 c里面 是没有任何文件的 c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文件的 那我的需求呢 主要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 我想在c里面 干嘛呢 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c.tt c.tt 那怎么创建呢 创建文件的意思就是 touch touch t-u-s-h t-u-r untable touch 在哪呢 在当前路径下的 c目录下呢 中呢 创建一个c.tt 第一种是这种写法 还有写法呢 我说了 当前呢 是可以省略 你可以写这个 你可以写这个 但是千万别漏掉这个点 如果漏掉这个点 性质就完全变了 如果漏掉这个点 斜杠又在 这叫什么意思啊 这叫在根目录下 创建c目录 如果这个斜杠呢 是在第一个位置 叫根目录 那么有两个 那么这是根目录的话 那这叫什么呢 这个才叫根 这个就不叫根了 如果是在目录的第一个位置 这叫根目录 那么这个位置叫 它的下一集 就是说c中的c.tt 这个就下一集 c中的下一集 c.tt 要么你就省略这个 要么你就省略它 要么就加上这个 那么这时候呢 touch只能创建 敲回这 它就创建完了 这时候数上显示 数上显示 你可以看看 它是不是创建了一个 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 c里面呢 创建了一个 什么呢 创建一个文件 叫c.tt 注意了 它只能创建文件 它只能创建文件 一定要注意 它只能创建文件 不能编辑 touch就是创建 敲命令就结束了 敲命令结束 它不能编辑文件了 不能编辑文件 叫touch 创建文件 那么也可以创建多个 也可以创建多个 那多个怎么创建呢 你看 touch它怎么创建多个呢 比如说我想创建个 b.tat b.c 那么touch b.tat 还有呢 b.c b.x 管它的 撬回这 是不是有b.tat b.x 是不是创建好了 空格 空格隔开 就可以创建什么呢 创建多个 创建多个文件 创建多个文件 这是创建文件 它不能编辑 这要注意 多个文件 多个文件 好了 就这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下一个名字 下一个名字 cat就是显示文本内容 cat就是显示文本内容 这个 咱们也要去学一下 cat显示文本内容 cat干嘛呢 就是显示文本内容 显示文本内容 这个显示文本内容 是什么意思 就是将文件的内容 显示到中端 将 它严格意义来说 是将文件的内容 以字符串的形式 显示到哪 中端 中端 比如说 比如说我想 我想干嘛呢 大家看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这个A.TT 里面有没有内容 A.TT有没有内容 C.T.A.TT A.TT 敲回车 里面有内容 里面有内容 那我们再看一看 S. 看一看是cat B.TT里面有没有内容 什么都没有 B.TT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时候我想在B.TT 写点内容 怎么写 第一种方式就是干嘛 第一种方式就是找了B.TT 这就是B.TT B.TT 那这时候就可以写 那这时候就可以写 第一种方式就是 1 2 3 4 5 6 7 8 9 好 这儿就写进去了 那写进去过后 我们再关闭这个文件 那这时候 你再去LS查看一下 skate查看 B.TT 那这时候 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是 里面内容是 1 2 3 4 5 6 7 8 这时候 这个作用是什么 将这个B.TT的内容 干嘛呢 将它内容显示到 终端上 如果你的B.TT没有内容 那就是没办法显示 就是没办法显示 好了 这是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是很简单的 打开文件 找到它 打开这个文件 找到它 这不是希尔吗 进去 找到它 双击就行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式 快捷的方式 就是重定项 Equal是打印 打印什么 比如说打印一个周刷 打一个周刷 比如说 ABCDEFG 到哪呢 重定项是啥 重定项 B.TT 这句话的啥意思 这个就是输出 类似于PrintF 输出这个周刷 到哪 到文件中 敲回色 那这时候呢 你看一下 kate再查看 B.TT内容 1 2 3 4 6 7 8 里面干嘛呢 里面内容就跑到哪去了 跑到 而且这种方式输入呢 会自动加到文件末尾 会自动加到文件末尾 你看 这就里面内容 就变成 1 2 3 4 7 8 ABCDEFG 注意这个 那时候不一定只敲两个奖的 如果你两个奖的就这么几个 几下就敲完了 它不像我家上课似的 那么几下敲完后 你可以通过PPT 或者说去命令 去找 去继续敲着看 两个奖的就更加轻松一点 OK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命令 删除命令 来了 删除命令 remove 删除文件 或者文件夹 删除文件 以及文件夹 15 15是什么 删除文件 或目录 是什么命令呢 是remove remove 就这个 OK 那么删除文件 或目录 那怎么去删呢 我先把这个 TV弄过来 看到没有 remove 看到没有 就是加文件名就行了 选项咱们先不说 选项咱们先不说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 现在我当前有啥呢 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BX B.X 我看的不爽 那么就是什么呢 B.X 这就是删除这个文件 敲回撤 当前目录下 加目录下 是可以随便删 如果是其他目录上 就必须加速度 如果你全钱不够 就要加速度 那这时候LS 看一下 已经没了 这时候就没了 这时候就没了 那以前是有的 这是有的 那么这儿一删掉 就没了 就没了 就删除 这个简单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删除普通文件 删除文件 删除文 删除文件 那么删除目录呢 删除目录该怎么删呢 删除目录 就是文件加的意思 删除文件加呢 比如说 我现在再给大家看看 我想删除 我数码显示 看一下哪新里面有内容 你看 B点 B目录下有A点TT 那这时候呢 我想把B文件加删除 remove 没有B 敲回车 不行了 他说 兄弟 你删的这个玩意儿 它是个目录 目录这个东西啊 我想过 它里面可能有东西 有没有 反正它是个目录 那么 你如果用remove 是不允许删的 那么 如何 想让 用remove 去删除一个 想要用RM 去删除一个 为目录呢 这就必须加杠R 必须加杠R 必须加杠R 那这时候呢 就什么 杠R是什么意思啊 地规删除 就是 这是什么 加杠R是什么 删除 删除 为 删除目录 删除目录 以及 删除目录 以及目录 内的 所有 所有文件 所有 所有文件 及文件件 就这意思 加杠R 就是删除所有啊 所以说这时候呢 一般是 remove B 杠R 这就删除所有 敲回称 这时候LS看一下 B没了 B没了 就是这个 以前是有 现在就没了 就是这个 你要有这个场景 你要有这个场景 你别 你别 按照两个的敲 结果你这个B都没有 你去删啥啥 就是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 什么呢 杠F是什么 强制删除 杠F呢 刚才讲了杠R 是干嘛呢 是删除目录 杠F是什么 强制删除 强制 强制删除 那两个 还有强制删除 还有温柔的删除吗 不是啊 强制删除 强制删除 杠F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删除一个文件 权限不够的时候 它会干嘛呢 就是说 权限不够了 它会告诉你 它会提示信息给你 是否删除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演示 涉及到后面的知识 我给大家看看 比如说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看看 S 我看一下 他们的目的结构 这个B.TT 我拿B.TT来看 它的可读可写 你看到没有 可读可写 你看到没有 当前用户呢 是可读可写的 R是读 W是写 这三组为一个 可读可写 可读可写 可读 那么当前用户 就是我们登录用户 就是可读可写 那现在我把它改成指读 怎么改成指读 这后面我会改 Change Mode Change Mode 什么呢 -W -W -W就去掉一个权限 -W就去掉一个W 去掉一个W 谁呢 B.TT B.TT 这时候呢 敲回车 LS-L 看一下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 看看啊 这个后面会讲啊 这个后面会讲啊 这个呢 不用了解啊 不用了解 讲的Change Mode 我在讲啊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呢 以前它是什么呢 B这个位置啊 B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啊 它以前是RW 这个位置 那现在变成什么 R就止读了啊 现在就变成止读了 这个就是呢 去掉写权限啊 这个去掉写权限 但是去掉谁呢 是去掉我们的什么呢 哎 我们 用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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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户的 当前用户的 只能去掉这个啊 然后去掉这个 就是同族用户的 同族再加起来命令啊 OK 好 就这个 这个就不给他做比较 就看下去了 好了 这时候呢 大家看看啊 不那么多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去删除它啊 我看一下啊 LS-L 现在你去删除这个文件 试试啊 remove啊 remove是吧 b.tt 删除 它会提示你了啊 因为这个b.tt 它是止读的啊 看到没 是止读的啊 止读的 它就跟你说 兄弟啊 你是否要删除 写保护的普通文件呢 你回个yes 就是要删除 删除 回个yes 要删除 但是啊 你看 回个yes吧 回个yes yes 它就删了 b.tt 是不是删了啊 是不是就删掉了 OK啊 回个yes 那么这一个 两个这个简单嘛 就一个嘛 那我问你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假如我有100个 100个受保护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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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时候删除 删除它的话 它会弹出100个提示框 删除100个 弹出100个提示框 你输入100个yes 说实话也挺累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想强制删除 不做任何提示 强制删除 不做任何提示 不做任何提示啊 就说我删了 别管我 我就删了 全部默认yes 就叫不做任何提示 比如说 我再给你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拳签改改 change mode change mode 干嘛呢 严格来说是u 减什么呢 把这a.tt 减个w啊 那么干嘛 a.tt 好 改完过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再看看 s-l 再看看 它就是止读了 那这时候去删除它啊 删除什么 a.tt 刚才删除b.tt 是不是提示了呢 我加个-f 加个-f 敲回这 它不做任何提示 直接给它删了 看到没有 加个-f呢 就是不做任何提示 就直接把它删了 这就叫什么呢 强制删除 这就叫什么 强制删除啊 一定要注意 不做任何提示 这就为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经常说说的 要删除虚拟机 把虚拟机弄崩 删除跑路 一般是怎么输的 输度 remove 什么呢 根目下的所有 根目下的新花 就是所有 所有什么呢 加个-2 -2是什么呢 就是目录下的 所有文件都删除 -f呢 不做任何提示 不做任何提示 速度也要超级权限 不是超级权 删不掉 这就可以了 删除跑路 大家千万不要 在你虚拟机下试 你试的话 恭喜你 梁哥 我虚拟机崩了 你当然了 所有文件上 你虚拟机跑得起来吗 是不是跑不起来了 OK OK 要注意 但是这个要需要 用户密码呀 所以说做这种事 人呢 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呢 也要有一定的权限 对吧 没有一定的权限 怎么弄嘛 对不对 他这个速度 要删的话 要这个 那什么叫新花 新花就是所有 然后也给大家显示一下 新花 新花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在这 给下新花 那比如说 我现在有B.TT 我在Touch Touch Touch A.TT A.TT 然后呢 B.TT C.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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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有这么多 我现在删呢 想把所有点贴切都删除 那这时候呢 我不想一个个删 就写个新花.TT 好 这叫删除什么呢 删除所有点贴切 敲回侧 LS看一下 没了 好 没了 梁刚 这不就有个T.TT 但是有个波浪号 这个名字不一样的 波浪号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是什么呢 就删除所有 新花 这就是新花 这就是新花 新花呢 有的时候用了 也挺好用的 这是删除所有 后制名为.TT 的文件 删除所有 所有什么 后 后罪名 后罪名 后罪名为 点贴切的 文件 点贴切的文件 对吧 OK 这是这个 那我问一下大家 我问一下 remove新花是啥 刚刚RF remove新花是啥 我点个名字 我点个名字 大家看大家能不能扩展到这个层面上来 扩展到这个层面上来 我来看一下 李承 李承 再来扩一 再来扩一 李承 再来扩一 扩一 告诉两个 remove新花 r-rf又是啥 这个也经常用的 三酷 想啥呢 三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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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根 我又不是根目的下三酷 不是哈 来我再点一个 孙宇 孙宇 孙宇在不 告诉两个 这是三啥 肯定是三 想都不用想 删除当前目录 删除当前目录 对 严格来说叫清空当前目录 非常好 清空当前目录 严格来说是清空 不是删除 清空 当前目录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当前目录 有这些东西 当前目录 有这些东西 我想清空 就remove新花 新花就删除所有 其实这个就等价于什么 点斜杠 当前目录 所有 那么 那么这个 杠r呢 杠r就是删除文量加 杠f呢 不做任何提示 这时候敲回车 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 就很干净 就很干净 OK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呢 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 那么连接呢 我们将放到明天去讲 今天内容 今天呢 大家呢 干嘛呢 把这个 这个命令 大家就说 命令呢 一定要去敲一敲 敲一敲 晚上的时候 7点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 逐个逐个去解决 里面蓄积 网络的问题 或者说其他 连接的问题 你看就算没有网络 咱们也会去操作 但是有网络更好 对吧 有网络更好 到处呢 我一堆的啊 去解决啊 去解决啊 那么大家一定要干嘛呢 把这个命令去敲一敲 然后呢 命令敲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PPT 发到群里面啊 这个命令的PPT 发到群里面啊 预习的话 也可以去敲一敲 预习的话 也可以敲一敲啊 一定要多敲啊 一定要多敲啊 命令是不能背的啊 不能背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背啊 看看谁敲的厉害啊 谁敲的厉害 OK啊 这是这个啊 我把视频停一下啊 我把视频停一下